上回講到 雅翼的尼布,鮑大人已入省 鮑大人暫時不返府 奴太夫人快到府了 夫人快點換上新衣服,帶領丫鬟捕府 集齊在後院公喉 李娘娘的大轎,一直抬到後院三堂落轎 雅翼叫夫連王退出 李氏夫人帶領丫鬟捕前 親手扶娘娘落轎,跟著叩頭 不孝息扶包拯之妻李氏,拜見娘親 李娘娘的身手拉著李氏,起來起來 夫人扶著李娘娘入佛堂休息 叫丫鬟出外面,然後關門 只剩下娘娘和李氏夫人 李氏夫人就跪低行李,臣妾李氏 願娘娘千歲千千歲 李娘娘就快點伸手扶起李氏 哎呀,孩兒,千萬不可如此 以後就以婆色相稱 不要驅離禮法呀,萬一揭露風聲反為不美呀 何況,哀家姓李,你也是姓李 我們兩個就當是母女好了 你就是我的女兒呀 李氏夫人就連亡謝恩 娘娘娘又將當初遇害的情友說給夫人聽 說到傷心之處,不覺又下咪仗來 李氏夫人在旁邊也覺得傷心 忽然間想起,父親曾將全家寶 古金盤給自己做嫁妝的 聽父親說 這個古金盤尚有陰陽義紅 用來承接露水都可以醫眼病的 不如拿來給娘娘試一下 或者上天保佑,醫好她雙眼呢 夫人就將古金盤的事告訴娘娘 說今晚想祈求上天降雨露 拿露水來給娘娘洗眼 各位李娘娘聽都敢說 心想,唉,這個真是很有言得的夫人 她看見我傷心,就拿些說話來安慰我 唉,人都已經盲了 還怎會開眼復明呢 只有不想傷害一班好義 娘娘就答應,好啊好啊 那就拿來試一下 李氏夫人那一晚就吩咐丫鬟 將古金盤搬出花園放在桌上 李氏夫人就墳香討告 求上天降金路,依好娘娘相閒 到第二天 那個古金盤呢 真是撞到很多露水在那裡 李氏夫人就捧著那個盤回來了 娘娘呢就點了一下露水 拿來抹在我眼裡 只過了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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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子就捧著李氏夫人 唉,全憑孩兒一片誠心 感動上衝 以後都為娘相眼啊 說話未講完眼淚又流下來 李氏夫人就快點勸著她 娘娘千萬別哭啊 以前娘親的病就因為傷心過度 今晚好回來 以後就要歡歡喜喜 不要再悲傷了 唉唉 為娘歡歡喜喜 再不悲傷了 兩個人談了一陣子閒天 夫人就帶了丫鬟出去 等娘娘休息了 李氏夫人剛剛出來了 丫鬟就帶包兄來稟布 說包老爺說今晚不回府住了 現在住在大上國旨 明天要拜見皇上 李氏夫人聽到這樣以後 有點擔心 只怕明天包公拜見天子 說到暫安落後的事 不知道的太師會不會疏擺皇上 乖聚下來就擔當不起啊 到第二天 包公上朝見甲 將陳舟查將的事一一就上 皇帝十分歡喜 上次包公五爪網袍一套 上次補帶一條 四起白玉關子一個 珊瑚玉荷包一隊 包公謝恩退朝之後 就犯案開豐虎 回進去依然著身上朝見嫁的官服 那夫人就心知 包公一定要入內參拜娘娘 夫人就將丫鬟通通叫出來 只剩下娘娘在佛堂 包公一進去就跪在地下行君臣之禮 神包請參見娘娘 願娘千歲千千歲 娘娘就吩咐 是不必多禮 那以前呢 李娘娘只是聽到包公的聲音而已 她盲的嘛 所以見不到人 現在重見光明 就想看真是包公的樣子 只見包公閃得各自口面 濃眉大眼 黑漆漆漆滿面生光 閃閃閃兩眼全神 威嚴莊重 跪在地下都有整個人那麼高 真是誕心 耿耿沖消汗 黑面沉沉 真鬼神 人中皇帝真是有福了 有個這樣的忠臣 千娘娘又想到 自己受天大的冤枉 現在面對著包公 不能以賓臣之禮相見 要認做母子 甚至不免又覺得悲傷 又要流眼淚 唉 愛家全憑你夫婦一片忠心 以後愛家的事就全靠包卿了 包公就就想 娘娘不必擔憂 微臣定當盡全力 無謠秉靜隨間 為娘娘申冤 你娘娘一邊 抹眼淚一邊 抹頭 爆興辛苦了 快點出去休息一下 包公退出 夫婦就進來陪娘娘 娘娘就對她理事夫婦說 是呀 你家老爺剛剛回來 你不用陪我了 你出去照顧一下她吧 說到她理事夫人臉都紅了 娘娘一邊催促的快點走 夫婦就招出回來入書房 看到包公在喝茶 夫妻兩個分別多事 現在見面自然很多事說 包公就將點暫安落後 在陳州破搖 李娘娘告狀 暫時應做母子的事 日五一十告訴夫婦 夫妻談了一輪 包公又要料理公務 包公就吩咐包卿 叫草州僑的瓦翼 台灣頂轎回去 那兩個丫鬟呢 亦翻回去 又叫公孫賊寫公書信 多謝院官 順便問清楚 娘娘用一套衣服手飾 一共用多少銀兩 要一一清還 那包公辦完這件事 也覺得有點累了 便回到房間休息 到第二天 包公剛剛起床 好像在洗臉 就聽見包卿在房間外面 聽著你咳了一隻 包公就隔著窗來問 什麼事 老爺 南清宮寧總管到內求見老爺 包公圍官清正 從來不肯交結皇親國戚 亦亦與內功有來往 聽到南清宮六合王爺 那個老太監寧總管來了 包官眉頭一皺 那個寧總管跟我素蒙來往 找我幹什麼 你回覆他 你就說我扮你公事不能接見 有什麼重要的事 明天上朝 在朝房再見 包兄轉身要走 只聽到李氏夫人叫 別走著等一等 包兄就只要站著等 又不知道包公兩夫妻裡面 晴晴晴晴晴的什麼 過了一陣 包公出來吩咐包兄 請寧總管在書房坐 說我一陣就來 蛤 為什麼呢 包公最初說不見 忽然間又見他呢 都是些女人細心 那位李氏夫人 聽見南清宮六合王的總管來了 就想到 南清宮那位迪娘娘呢 跟李氏夫人以前親如姊妹的 如果有機會 等李氏夫見到狄娘娘 那這件冤案就可以弄清了 故此李氏夫人就勸著包公 不如去見一見寧總管 看過他有什麼事 又看過有什麼機緣 能夠見到狄娘娘母 包公的想也覺得有理 所以又叫包兄請寧總管入書房 那個南清宮的寧總管呢 就知道包公的為人 知道他素來不肯和王七往來 剛才呢 還怕包公不肯接見 現在呢 看到包兄出來請他入書房 嗯 知道這回能夠見到包公 甚中十分歡喜 滿面笑容和包兄有傾有講 進到書房 又有幾個陳設眼泡 寧總管心中暗暗讚賞 啊 真是名不虛善 包請 果然是個清官 難得 難得 坐了一會 包公進來了 寧總管就連忙起身行禮 包大人 王爺要我來向大人請安 大人沿途辛苦啦 本來昨日我就想來的啦 就怕大人勞累 所以今天才來 包公連忙還禮 不敢不敢 多誠太父有心 包某未能奉拜 反而才勞家心實不安 請坐請坐 包兄奉上香茶 包公又問 太父光臨有什麼指教呢 寧總管就笑咪咪說 我這次來就不是什麼官司 只因我們六合王爺素來都敬重大人 說大人終直然能 時時對敵娘娘提及的 敵娘娘也十分敬重大人 特別最近大人暫安落後 敵娘娘就說包大人忠心為國 不畏權奸 是真正康復社職的現臣 敵娘娘經常都要我們王爺 多些向大人請教 做一個清心正直的現王 我們王爺十分想見大人 只有一直都沒有這樣的機緣 我就對王爺說 過幾天敵娘娘收臣 如果包大人能夠入王府賀首 那一來敵娘娘十分高興 二來王爺也可以跟大人交往 多掌見識 故此今天我特意來見包大人送個信 包公一聽說 敵娘娘去做三日 當堂凌機一動想到一條計出來 本來呢 包公是最討厭交結權貴的 這包公現在突然在凌機一動 他在想 那麼 那個敵娘娘呢 乃是先王的弟父 又是他 將太子過繼入宮 做了當今皇上的 還有一樣 敵娘娘 跟那位李娘娘就很有交情 萬一如果有機緣 讓李娘娘入宮 見到那位敵娘娘 那這件事情就可以少了很多曲折了 包公就問的寧總管 不知娘娘的壽誕是幾時呢 明天是娘娘賀壽 後天是生辰 包公就說 敵娘娘話誕 我理應賀壽 不過 我們外官就不能面見娘娘的 現在我娘娘來了 不如後天 讓我娘娘入宮 向娘娘拜壽 不知這樣 妥當不妥當呢 寧總管一聽 哦 老太夫人來了 唉 這樣就更好 我回去奏明娘娘 大人 先提我向老夫人請安 後天我在宮中 接待老人家 包公又觸託一番 我娘娘如果入宮 望太夫多多照應 行了行了 還要大人吩咐嗎 我們糾情要緊 好了好了 我還有些事 我走了 大人不必願送 請留步 請留步 包公還說送到大門口 寧總管走了 包公又進去對夫人 講及賀秀的事 又叫夫人馬上品報給娘娘知 包公又吩咐包卿 立即辦一份壽禮 明天要包卿親自送去南清宮 但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 包卿也知道這件事 事關重大對手口禹禮 連宮村賊 皇馬張趙幾個 和范宗華都瞞著 第二 包卿辦好壽禮 無非是香燭燒酒 壽土壽臉之類 包卿又叫牙翼擔壽禮 自己騎著匹馬 一直就來到南清宮 今天是敵娘娘賀秀 可能人人都知道 在皇親國斥中 敵娘娘是最有威望的 個個都以為她是皇帝的親生母親 現在敵娘娘賀秀 來拜壽的人自然多得不得了 還沒有拿到南清宮 街上已經人山人海 丹的丹,抬的抬,抬的抬 抬到水舌不通 包卿只好下馬 叫那些警戒在等候 得人少些 就抬到皇府 門前依然人頭湧湧 一班來送禮的官員 個個手拿著名帖在等候 那些送禮的官員 無非人來高攀皇族 霸結團貴 收禮的皇府官員 雖然是官世的 門口大 個個架子十足 愛理不理 包卿有些不抵得頸 難怪我們老爺 不願意送禮來 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 一邊是逢迎拍馬 一邊是此西令人 官場內無非如此 只是包公吩咐來送禮的 包卿只好忍氣吞聲 走上台街 來到一位皇府官員面前 在身上拿出禮貼 遞聲下氣的感覺 有老爺 幫我進去稟布一聲 那個皇府官員 有這麼大的鼻子 用眼尾熟了眼包卿 你是在哪裡 我是開豐虎的 剛剛說了開豐虎三個字 那個人一聲跳起來 開豐虎包大人那套 正是正是 那個人一手拉著包卿 哎呀兄弟 真是不好意思 失敬失敬 我們總管大人 這麼早就傳遇 要我們在此等候包大人的禮貼 車進裡面坐 車進裡面坐 接著那個人就大聲叫 王府的差役 喂喂喂 你們還站在做什麼 快點把包大人的禮物抬入府 那位皇府的官員 就帶著包卿進書房 公公敬敬 沖杯茶給包卿喝 和包卿清興道底 嘿嘿嘿兄弟 我的皇爺 這麼早就吩咐 烤大人送禮來 立即又去品報給他聽 嘿嘿 兄弟 既然來了 那你又不進去拜見皇爺呢 包卿就說 既然來了 麻煩老爺指引我去拜見皇爺 你不要叫我老爺 大家一場兄弟 你叫我名字就行了 我叫黃三 黃三 我帶你幾歲 你叫我三哥 三哥就行了 嘿嘿嘿 我呢 很小時候就叫光偷 那些人呢 背後都叫我做光頭王 嘿嘿 你老兄如果不見怪 叫我花名叫我光頭王都行 嘿嘿嘿 你先坐一會兒 我去品報皇爺 說著雞腳趁過去 爆興心中好笑 嘿嘿嘿 這個人是真是小眼睛的嘛 只看他為人人好像挺爽直的嘛 過了一會兒 黃三就出來對包卿說 王爺在銀安殿接見 包卿就跟著那個黃三來到大殿 只見殿內正面擺了一張太師椅 坐著一位束髮金官網蒲玉帶的王爺 兩邊排著兩排太監在巿口 包卿連忙叩頭拜見 只聽了一位王爺說 你回去回覆你家老爺 代我問好 難得他這麼有心送這麼厚禮禮 第二朝中再見面 接著王爺又吩咐太監 回謝帖 想來人五十兩銀 包卿就快點叩頭謝恩 然後就跟著王三退出 欲知口是如何 且待下回婚解了 上回講到 各位王府的官員 就帶著包卿進書房 公公敬敬敬茶給包卿喝 和包卿清卿道底 嘿嘿嘿嘿 兄弟 我的王爺這麼早就吩咐 包大人送你來 馬上進去品報給他聽 嘿嘿 兄弟 既然來了 麻煩老爺指引我去拜見王爺 嘿嘿嘿 你不要叫我老爺 嘿嘿 大人一場兄弟 你叫我名字 我叫王三 王三 嘿嘿 我大你幾歲 你叫我三哥 三哥就行了 嘿嘿嘿嘿 我呢 好小就叫光偷的了 那些人呢 背後都叫我做光頭王 嘿嘿 你老兄如果不見怪 你叫我花名叫我光頭王 都行的了 嘿嘿嘿 你先坐一會 我去品報王爺 說著雞的腳踩 貌慶心中好笑 嘿嘿 這個人真是厲害眼的 他看他為人人好像挺爽直的 過了一會兒 王三就出來對鮑兄說 王爺在銀安殿接見 鮑兄就跟著那個王三 來到大殿 一見殿內正面 擺了一張太師椅 坐著一位束髮金官 網袍玉帶的王爺 兩邊爬著兩排泰鑑在市後 鮑兄連忙叩頭拜見 只聽了那位王爺說 你回去回覆你家老爺 替我問好 難得他這麼有心 送這麼厚禮禮 第二朝中再見面 接著王爺又吩咐太監 回謝帖 想來人五十兩銀 鮑兄 鮑兄就快點叩頭謝恩 然後就跟著王三退出 剛剛離開銀安殿 就遇到一個寧總管 滿面笑容走過來 主管 你來的 見過王爺的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多煩你回去 對包大人說聲 你說我已經奏上 杜娘娘明天請奴太夫人來府 道娘娘說 拜壽旗子 想和老夫人見見面 談家常 是這樣的 我還有些事 失陪失陪 包兄一連幾句 不敢當 不敢當 事情辦妥 包兄又要翻車 黃三十分客氣 一直送包兄 送出大門口 包兄離開王府 一路上的森林 我們包大人才賣了二十兩銀的禮品 王爺打賞我們 就打賞了五十兩銀 王家氣派氣 真厲害 包兄回到開封府 立即見包公一一品報 包公回到後院 叫夫人進佛堂 啟酒娘娘明天進南清宮的事 誰知那位李娘娘不肯去 付出門 還歸了 呀,這麼難得的機會 妳來よaha 為什麼不去呢? 原來 李娘娘想視 自己是國母身份 黃太后來的 那爺culosis 那爺 Morm Kay 是南清宮八千歲夫人 論身份 沒到前 料她跟王太后的 敵娘娘如果要見自己,要跪下叩頭行禮, 非但現在自己是模型包公的母親, 就反過來,見到敵娘娘要對她叩頭行禮, 敢起飛上下不分,又失禮教, 負此於你娘娘的十分為難, 李氏夫人知道她的心事就對她說, 娘娘,不如暫時委曲一下, 做一份夫人的服飾,到了南清宮, 那位敵娘娘一定很客氣, 不會受娘娘的大禮, 敢大家平身交談,如果有機緣, 娘娘將真情告訴她, 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緣,望娘娘三思, 她在李娘娘的心想,遲到如今, 亦指好如此已是, 李娘娘就答應了, 包公知道娘娘肯入宮, 立即就吩咐夫人, 安排兩位凌厘的丫鬟, 服侍李娘娘,又派出大規隨從護家。 到第二日,一早, 李氏夫人就叫丫鬟離開佛堂, 她自己就幫娘娘穿上一份夫人的衣服。 那麼李娘娘本來是一國之尊, 天下國武。 現在要她換上一套一份夫人的朝伏, 要去敵娘娘去拜壽。 依然覺得十分委屈, 眼淚一直一直流下來。 李氏夫人就一臂勸著她, :「娘娘,這次入南清宮, 關乎國典禮法。 娘娘要見機行事。 千萬不要, 人的個小節誤了大事。 李娘娘只要一邊流眼淚, 一邊穿好衣服。 那麼時辰就到了, 要起行了。 李氏夫人就跪下扣了頭, 臣妾不敢怨送, 在此拜別娘娘。 各位李娘娘, 現在要入南清宮, 前途如何,吉凶未覆下。 見到李氏夫人對自己這麼好, 一時忍不住就失聲痛哭。 愛家二十載沉冤, 好在得你娘夫婦熱心相救。 如果你是皇天保佑, 崇入恭維, 到時一定可報答你們。 李氏夫人一邊哭一邊說, 神接你當如此, 娘娘保重啊。 當時外面的大嬌已經抬到門口了。 夫人就請娘娘上嬌。 你娘娘上嬌, 父人依依不捨, 傑祛再向盞gt号當邊說 炫開鍬簾, 說了一句, 太兒, 為娘去啦。 帕子曠 sozusagen, 雙方跋著前院, 帕公前前, 向盞者 ile角一邊不開樓裤面坐早分。 李娘娘忍著哭在裏面說了一句, 嗨,你回去了,不必願送。 鮑公子好停步,又見了個范中華, 遠遠對於頂角,叩頭行禮, 鮑公心中歡喜,這個范中華 看不出的鄉下人這麼有規矩。 在大門外,鮑姓早已帶領牙翼, 接著頂角一直到南清宮, 南清宮今日比昨日更不相同, 昨日是官員來送禮賀仇, 今日也是皇親國戚, 皇妃、貴妃、奮妃和高官大臣的夫人來拜仇, 皇妃飛快兩步來到皇宮門口, 見到皇衫在裏,皇妃上前喊了他, 三老爺,我們老夫人到了。 皇妃快進裏面奮佈,一會兒, 來了兩位皇府官員, 對著外面等候入府那群貴人說, 夫人會面,其他國人暫請回避。 皇妃立即叫嬌夫抬嬌入宮, 自然有宮中太監來接嬰。 皇妃請了皇妃去書房等候, 今天一回生,兩回屬, 今天就更多事談。 今晚說回李娘娘, 皇妃來接嬰夫抬嬌, 坐著頂嬌,經過皇府大門, 入到二門,再入三門, 然後來到二門落嬌。 早有寧總管來到嬌前, 捲開嬌簾,向盧太夫引請安。 李娘娘就應了一句,公公好。 丫鬧就扶娘娘落嬌, 靈總管在前邊引路, 一直去到內宮。 那位南清宮的娘娘, 一心要見包公的母親, 早已在門口等候, 遠遠一見, 大吃一驚, 包公的母親, 這麼面善, 我何時見過的呢? 日下子就想不起是誰。 李娘娘又來到殿前, 剛剛想行禮貴拜, 的娘娘快點雙手扶月, 免禮啦,免禮啦。 本禮呢? 按禮法, 除了當金皇帝和國母, 誰見到的娘娘也要跪下行禮的。 為何這才叫免禮呢? 只因滴娘娘一來敬重包公為人, 故此對包公的母親就突結客氣, 二來呢? 剛才剛剛見到包公母親的樣子這麼熟的, 一時人想不起誰心中有點亂。 見到這位滴娘娘, 平日為人好和氣的, 現在又在內宮又沒有外人, 故此就講了一聲勉禮。 李娘娘一聽到免禮, 亦無謙陽。 這一關總算過了。 兩位娘娘手拉手一起坐下, 李娘娘看到眼南清宮的滴娘娘, 亦都趁機看見你娘娘。 剛才來得遠, 現在是面對面。 滴娘娘娘看見你娘娘娘, 幾乎喊出聲來, 哎呀, 這個不是玉神宮的李貴妃? 李貴妃早已被先皇刺百靈帶自盡死了, 屍首都埋葬了, 怎會是她呢? 而且她是包公的母親, 哎呀, 天下間有這樣的歧視。 兩個人, 洞哀西, 扯著傾閒計, 李娘娘本來是玉神宮的貴妃, 應該做皇后的嘛, 共眾禮節自然十分熟悉, 故此談吐自然, 吐馳高額, 一身皇家氣派。 滴娘娘越傾越覺得奇怪, 哎呀, 尋常百姓人家, 怎會有這樣的風度呢? 越傾那位滴娘娘就越起疑心, 乾脆就留著她在那裡住一晚, 打探她什麼來歷才行。 滴娘娘就對李娘娘說, 難得老夫人來到, 如果不嫌棄, 就不如在宮中住宿幾天, 大家多多傾談一下。 李娘娘就適合自己心水了, 當然就答應, 滴娘娘就立即吩咐太監傳遇, 開宮府, 所有的叫馬人等, 不必等候。 娘娘、廉太夫人在南青宮住宿。 開宮府的一群衙靎鴉, 到外面領賞。 那晚, 滴娘娘用南青宮擺宴席, 請包老夫人吃飯, 喝了兩杯酒, 滴娘娘就稱讚包宮, 鍾正妍娘, 又贊包老夫人,教旨又放。 李娘娘一味欠虛,說包公做事還有許多不足之處, 要請敵娘娘多多指點。 梁家正在講客氣話, 敵娘娘又問及老夫人的年歲, 李娘娘說已經四十二歲。 怎知忽然對,敵娘娘問, 凌朗今年幾歲呢? 一句說話,問到李娘娘啞口無緣, 面紅耳熱,手足無燥,狼狽萬分。 哎呀,這個是剛認回來的兒子, 沒有問到他幾多歲。 何況那個包公,他養得黑漆漆, 又留些鬍鬚,看上去十分老盛, 又不知道包公做了幾內官, 想靠撞也幾難。 敵娘娘見到李娘娘這樣, 亦不便追問。 借意舉起酒杯喝酒, 說了其他東西來,擦開。 吃完晚飯, 駅娘娘又帶李娘娘 eco書走。 敵娘娘於湖就由心留意看真, 這個女人是什麽人, 變了這位包老夫人, 不但上茅聲音, 和當年玉神功的李貴妃一毛一弱, 而且言谈举止也越看越似 碧梁梁就更加起疑心 天下间 哪里有人连自己的儿子的年岁都说不出 刚才我一问到他 他就方寸大乱 他一定不是包公的母亲 只包公乃是一代忠臣 为什么会串通我这样的妇人入宫来欺骗我 想来想去 想不到个头税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狄娘娘就请老夫人入睡房 吩咐丫鬟通退出 只剩狄娘娘和李娘娘两个 这回狄娘娘就开门见山来问 老夫人 为什么你要骗我呢 包公分明不是你的儿子 为什么你们要以母子相认呢 你娘娘一听你会这样问 当堂眼泪直流 哎 王姐啊 一别二十年 难道你连哀家都不认得了 说完就失声痛哭 狄娘娘娘都感觉大吃一击 哎 难道你就是欲神功的李娘娘 娘娘一眉顾着哭 哪里还说得出声啊 狄娘娘就圈着她 现在仿中并无爱人 有什么说话 你就尽管对我说 李娘娘娘就将二十年来 如何死累逃生 流落陈州 在破窑黑食 受尽惊骄 又是怎么遇到包公的事 一一说出来 又说到今天来拜寿 又是想找王姐 来吐露真情 以求得母子相见 那个狄娘娘 听到崩大双眼 整个静晒都不会说话 过了一会儿才问 哎 狄娘 那 那你身上还带有什么物证物呢 李娘娘 你把我如是甘愿 递给狄娘娘 狄娘娘一看 即刻相室下跪 沟头行礼 神妾不知奉嫁光临 失宿冒犯 黑太后娘娘输罪输罪 李娘娘就快扶她起身 王姐千万别这么说 两个人坐下来 狄娘娘又将当年 刘贵妃和郭怀 尼玛换太子陷害李娘娘 后来囚主和老太监陈林 让太子派南清宫抚养 狄娘娘将太子 就认为自己的亲生儿子的事 日五一十说出来 李娘娘才如梦初醒 以前一尾责怪贞宗王鸡无情 逼死自己 又怪责怪贞宗王鸡不认娘亲 现在才知道这么多爱情 李娘娘听完就更加伤心了 敌娘娘就再三劝着她 很久了 两个人就忍着提哭 商量今后怎么做 怎么将这件天大的冤案 说给皇帝知 让我母子重逢呢 这件事 几难办的嘛 现在 已经有位国母 就是人秀公的 刘太后 哦 又来一位李娘娘是国母 那一国就不能有两个国母的 真真假假怎么分清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 上回说到 李娘娘说出往事 南清宫的敌娘娘 连忙拜见皇太后 两个人就商量 怎样将这件天大的冤情 说给皇帝知 使得母子重逢呢 那时呢 李娘娘已经心乱如马 便想出什么办法啊 中了敌娘娘想到条鸡某 实行渣病 明天就叫宁总管 报给皇长之 他一定会亲自入宫探望的 那到时就可以吐露真情了 李娘娘也觉得这个办法妥善 那时已经很晚了 两位娘娘就各自安寻 哎呀 哪里睡得着啊 两个都是眼光光的 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 敌娘娘就叫太监出去吩咐宁总管 立刻入宫拜见天子 说敌娘娘昨晚忽然得个急病十分沉重 宁总管又不知是头还是尾的 哎呀 敌娘娘好地地的 为什么忽然得个重病呢 至既然娘娘吩咐也不敢怠慢 即刻入宫呢 谁知世事真的有这么巧的 这边敌娘娘就装病 哈 那边仁寿宫那位国务刘太后 就真的得个病嘛 微天光就派总管去报给皇帝听 皇帝就直到仁寿宫请安 那位刘太后呢 一拧着身人 乱脱得通 大声一转闹 求知 你这个奴婢这么大胆啊 来骚扰我 皇帝来到他藏钱 他也不认得 皇帝就即刻吩咐全御医来医治 皇帝看完太后 就离开仁寿宫回到内宫 又见了南清宫 宁总管来启奏 那敌娘娘 昨晚急病 病情沉重 仁寿宫那个是国务 南清宫这个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来的嘛 皇帝就更加挂着敌娘娘一听到这样就即刻去南清宫探望 去到南清宫 那绿合王现在在门前等候 皇帝就问你敌娘娘的病情 那绿合王是陷阻怒怯恕吓恶 作晚得的病 现在便好了 皇帝听出稍为放心 PEGNH 徐松仁等,在外面等候,只是帶個徐申侍候的老太監陳臨, 進去裏面向娘娘請安。 綠俠王在前面引路,皇帝和陳臨進入內宮, 只見靜燒燒,直直無聲, 丫鬟宮女都沒有過,只有的娘娘一個人睡在床上, 皇帝快點上前請安。 敵娘娘忽然坐在身上問, 陛下,我有件事想問問陛下,為人子女者對父母應該如何呢? 皇帝以為敵娘娘怪自己探病來遲了, 皇帝就快點回答,為人子者自當孝順父母。 唉,既然做子女應該孝順父母, 那有些人居然不知道娘親生死,甚至身為天子的, 亦不顧娘親在外飄零受罪。 陛下,你說這些人應該怎樣處置呢? 那人宗皇帝都莫名其妙,以為敵娘娘病重在著亂說, 心中焦慮,剛剛上去趙太醫禮,又聽見敵娘娘說, 有件大事,神妃正要啟咒陛下,就怕陛下不信而已。 那人宗皇帝聽到敵娘娘自稱神妃,更加害怕了, 敵娘娘是自己母親的嘛,怎麼認得到神妃呢? 皇帝就說,娘親,為何這麼說呢?莫非孩兒做錯了事,望娘親誰睡? 敵娘娘立即起床,在床頭,拿了個黃色盒出來, 裡面放著一個瘦了一條龍的衣裙,上面還有先皇陳佛寫的字, 這個衣裙是用來包太子用的,人宗皇帝就拿來看, 然後敵娘娘又將李娘娘那顆甘苑遞給皇帝,皇帝一看, 咦?和劉太后那顆甘苑一模一樣的,只是上面刻著玉神宮離非,皇帝正覺得奇怪, 怎知身邊的老太監陳臨賭物相請,尚起當年的冤枉, 已經悲傷萬金,淚流滿臉。 那皇帝就更加亡望遠,就追問由來啦。 敵娘娘一邊哭,一邊由皇帝的身世說出來, 二十年前,玉神宮李貴妃,和金華宮劉貴妃都覺懷有身忌, 真宗天子,就曾經說過,哪個先生的男孩,就立為太子。 後來,尼貴妃就是先生的男孩,怎知劉貴妃就傳統國懷,尼貓換太子, 要宮女求主,蒲太子出去撇下河,求主一片忠心不肯殺太子, 將太子交給太監總管陳臨,陳臨就盼死帶出宮,送到南清宮交給敵娘娘, 敵娘娘將太子認造自己生的兒子。後來,到太子七歲那年, 劉皇后生的兒子就病死了,那真宗皇帝失下無異, 就將南清宮敵娘娘的兒子過繼過來,接了皇位。 怎知太子千不該,萬不該,在冷宮見到李娘娘,一時感觸, 流下眼淚就被劉皇后知道,就怕著酒樓風車,她就先逼死寇珠,然後疏擺皇上, 後來巡訪就被國懷放火燒死了,家中無主,李娘娘就流落破搖黑食, 好在就得到包公在陳州放涼,在草橋和娘娘認造母子,帶娘娘回京, 昨日入宮賀壽才道出真情。仁宗皇帝聽到狄娘娘這麼說, 早已忍不住淚如雨,一下下就追問, 那,那朕的皇娘現在在哪兒呢?說話未講完, 只聽見屏風後面避聲切切,走出來一位做著一品官服的老夫人, 帝娘娘連忙上前附於陛下,這位就是國母皇太后。 皇帝那時亦顧不得那麼多皇室禮法,上七下跪在地上爬過去,抱著李娘娘, 防聲大哭,孩兒不孝,難為娘親呀,母子兩個抱頭同屋, 帝娘娘和綠黑王,還有個陳臨,也一起跪在地上,防聲痛哭。 皇帝母子哭了一輪,皇帝起身叩頭多謝帝娘娘,無死苦辱之恩。 皇帝又拉著老太監陳臨雙手,多虧你一片忠心相救, 如果沒有了你,就無焉由今日呀。 盧太監陳臨已經說不出聲,一邊流眼淚一邊呆頭, 皇帝亦叫大家平身,一堆娘娘說, 皇帝想要吵此疑苦,孩兒不孝枉為天子弋對不住皇帝, 若何已對滿朝問母,更無面目對天下呢:" 說完一邊流眼淚一邊咬牙切切,要接娘娘入宮,要為娘娘捕這個血海森手。 嘿嘿,這件事又不是那麼容易。 那劉王妃,誰就任險毒辣,知道她是真宗皇帝的皇后,是當今國母,仁壽宮的皇太后。 你雖然是皇帝,你真難對付她。 這件冤案已經過了二十年。 難道你現在拉皇太后出來審嗎? 那就變成皇帝審太后又於例不合。 皇帝急得走來走去, 你娘娘也覺得事情難辦,忽然間她想,有辦法。 你娘娘就對皇帝說,皇兒,這次我們母子重會,全憑那個包學時,她為人忠直,才知個人有膽有色。 不如就將這件事交給包學時來處置,她自有辦法。 的,滴娘娘跟著說,哎呀,是啊,是啊,現在宮中有當年那個同謀國懷在那裡, 不如就將國懷交給包學時來處置,那就自然真相大白了。 那位仁宗皇帝叫個聰明之人,一聽就說,好, 朕即刻派國懷去開封府宣讀聖節,讓她交給包學時。 跟著皇帝就安慰娘娘一番,請娘娘暫時屈嫁, 在敵娘娘南清宮說住幾天,等包學時處置完國懷,就立即接娘娘回宮。 那又坐了一陣,仁宗皇帝就自別娘娘,翻入內宮。 一進到宮,立即親筆寫了一道聖子,密密封號, 派國懷來開封府宣讀,那又怕國懷起心。 又派派陳臨陪同一起去,那個國懷呢,自從幫劉貴妃, 尼貓換太子,迫害李娘娘,立了宮, 就升做太監總管刀堂,二十年來享盡名華夫婿, 現在就聽到皇上要派他全聖子道開封府,還以為一定是皇上加封包公。 他呢,也想花結一下包公,他就立即和陳臨去開封府了。 那現在就說回包公,昨日就送李娘娘上繳入南清宮, 就不知道他見不見到迪娘娘,又不知道他成敗如何, 包公十分擔心,他們大聲地走來走去,等候回音,過了不久, 包公就抬著胸轎回來,說迪娘娘劉怒夫人在南清宮住幾天, 包公聽到這麼說,心中放下一塊大石, 好了,只要李娘娘能夠見到迪娘娘,這件事就十有七八難。 包公就吩咐包公,明天一早五更天就去朝房打聽就有什麼動靜, 天天一早,包公就剛剛起床洗臉,包公就回來報, 昨晚人壽宮劉太后病了,皇上一早去人壽宮, 後來又聽說南清宮的娘娘也病晚,皇上又趕到南清宮請安, 現在都還未曾回宮上朝。 包公聽到十分觀禮,唉,皇天保佑, 一定是李娘娘已經對迪娘娘套路真情, 現在,無止於南清宮相聚了。 包公就快點告訴夫人, 夫妻兩個十分觀禮, 剛剛吃完早飯, 現在外面服, 聖子道, 包公就連王喚上朝伏, 是公堂摺子。 但福懷呢, 是總管都堂, 當然是由他來讀聖子啦。 入到公堂, 包公就三夫萬歲之後, 福懷就解開密封, 宣讀聖子。 奉天成雲皇帝照若, 今有太監國, 國國國國國。 哼哼, 哼哼, 讀到這道聲音, 都鎮起來, 各各各各各去, 都國不下去啦。 陳林一手接過聖子, 繼續宣讀。 那剛才國懷呢, 你叫他讀聖子, 當然是讀不下去啦。 那聖子就講他的啦。 原來那種聖子就講了。 今有太監國懷, 大逆不道, 奸險獨立, 尼媽換太子陷害娘娘, 彈殺忠良宮女求主, 縱火焚燒冷宮, 洗擔心耿耿總監巡鳳, 葬身火海, 警令堂堂國母, 夜載沉冤, 受盡人間苦楚, 若非耿耿忠臣包鶴士, 焉得有還諸, 反彼之棋。 國懷罪惡吐天, 招搖法外, 成熟國法不許, 天理難用, 尼當嚴審誓推, 按律追究, 以法重辦, 辭關國典, 任教開封府, 嚴加審訊, 常明陰在望照謝恩。 包公厚夫萬歲, 起身接過聖子, 大喝一聲, 啞人! 旁邊是跳出的趙虎, 一手就要捉陳臨, 嚇到包公整個跳起身, 大膽! 你還快點退下! 趙虎整個惡言, 每天都沒見過包公這樣來罵自己的, 當然啦, 陳臨乃皇帝近身太監, 一向忠心耿耿, 皇帝的命都是他救回來的, 你抓錯人得了的! 本來呢, 包公做事一向謹慎, 手下各司奇蹟, 訓練有數的, 為何會抓錯人也有呢? 二人聖子就來得突然, 這件事又非同小可, 亡中又錯, 加上趙虎為人又妄妝, 好在王朝馬漢兩個機靈, 幾步上前, 張國懷捉著一手, 就打掉他頂帽, 跟著脫了他這套朝服, 然後就握他跪在地上, 包公就將聖子供奉在台上, 請陳臨坐, 即刻開堂審國懷。 國懷, 你當初怎麼獻祭陷害你娘娘, 又怎麼用尼貓換太子, 你從實招來? 大人,怎麼這麼說呢? 當初李貴妃生了妖孽, 先皇發怒, 親不下子, 將李貴妃貶入冷宮, 這件事就很清楚的, 怎麼會有尼貓換太子的事呢? 陳臨一旁, 誰聽到國懷這麼說, 就出聲, 國懷, 你還在抵賴, 我問你, 既然你沒有謀害太子, 為何你吩咐舅舅曝出太子, 用腰帶勒死, 調到金水橋下呢? 我國懷一向看不起陳臨, 見陳臨居然來頂靜自己, 國懷平日惡慣, 一瞪大張眼睛著陳臨, 陳總管, 你居然含血噴人, 喂, 喂, 我和你, 都在宮中這麼久的, 劉太后的皮性你不是不知道的, 嘿嘿, 太后知道你想害我, 怕你擔綁不起,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賓解了。